刘玄德好不容易带着这些难民渡过了江来到了襄阳 蔡茂不给他开城 刘从不敢见他 这一切子就算把玄德给困在这 当时恼了城中一员大将叫魏延魏文成 他要批关断锁 把王叔刘备给接进城去 蔡茂手下有一员将叫文聘 当即就和魏延打起来 这时候孔明先生一看 机会来了 主公您赶快进城吧 进城降了刘从 战据襄阳好聚曹操 三将军义德 越马摇枪就要往里上 让玄德给制止 三弟 先生 咱们不能这么进城 人家根本不让咱们进去 孔明先生一听主公啊 等他让咱们进去 那得等他多回去啊 咱们现在就得占据这个地方 哎呀先生 那我怎么对得起我家兄长 再说我叫开了襄阳的城门 不是为我在这存身 我是想把这些百姓给解救了 现在先生您看 不但救不了百姓 还死伤那么多 说着玄德一举手 孔明先生一看 可不是吗 怎么死上好些百姓 襄阳城内的百姓 听说刘皇叔来了 叫城不开 这些百姓一看 干脆 咱们出城的了 跟着皇叔去吧 哇 他往外怎么一拥呢 连互相践踏而死的 在死在军孝刀枪下的 一些的就是千八百人 宣德是目不忍睹 先生 咱们别进襄阳了 再投他出吧 哎呀 说的可容易 现在投哪去啊 襄阳城闭关不纳 好走亲同百万雄兵 救灾后把尾随 情况是万分紧急啊 稍迟一步 不但这些黎民百姓完了 玄德手下这几千人马 也得是全军俱落 孔明当时这么一急 主公 我们只好走了 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可去 哪啊 江陵 江陵是京乡的要地 荆州大部分粮草都囤居在江陵 那个地方是民风粮族 尽可以攻退可以守 乃是军事要地 我们只好找那儿战且安个家 你得找个站脚的地方 光是领着这十几万难民到处这么跑 这玩不行 玄德一听 哦 那就一先生吧 哇 他带着人马领着这些难民 调过头来问江陵 把三将军张飞给挤的 在邓中一个个的剁脚啊 他狠狠瞪了这襄阳城一眼 真是便宜了狗贼彩暴 不然杀进城中唯一枪 先把他挑了 没办法 只好跟着大哥往下拜吧 也不是奔什么江陵 也不知道这江陵在哪 而玄德岭的难民走了 这魏延和这文聘还在这打呢 他们手下各自都有人 一看主将打起来 这些军校也就动上手了 两下是各有伤啊 这两元将是各不相让 把平生的本领都施展出来了 恨不得立即置对方于死地 可是两人打了一个戚风对手 将与良才 谁也许不下谁了 魏延一边打着一边着急 他心想黄叔怎么不进城啊 我恋喊了几次了 我这是为了您呢 才冒这么大的风险 斩棍落索 我想把您接进去 您怎么广在那儿看着呀 魏延打着打着 他瞅眼一看 好吗 刘皇叔踪迹不见了 他带着那些人马 还有那么多的难民都没了 哦 全走了 嘿 魏延这着急 你怎么走了 魏延现在难为情了 我怎么办呢 进襄阳进不去了 要进去的话 蔡毛就得把他杀了 他想去追刘备 也不知道选择往哪个方向去了 魏延呢 还跟他死战不舍 看魏延那意思 就是非想把魏延捉住 送到蔡毛跟前去 才算完事 魏延也不服他呀 这两元将都有个特点 都够将的 魏延一想他咱就打吧 又打了一气呀 魏延实在打不下去了 怎么回事 他心有点散了 再说身边连一兵一组也没了 我还在这打个什么劲儿啊 哼 魏延 战旗捡你的手绩 寄存在你的景象上 饶你不死 说完他一驳马 骆荒败走了 魏延去投长沙太守寒玄去了 这时候城楼上的蔡毛一看 魏延败了 他就把魏延接进城里来了 说文凭立了功了 太冒了 这才在心丧的肚子里 不管怎么说 刘备没进我的襄阳 这比什么全强啊 我投降了曹丞相啊 比京香让给你刘玄德 强百倍哟 第二天一早 曹丞就派人来了 让刘从手捧兵符剑印 到樊城去接他 把刘从吓坏了 什么让我接曹操 曹操这人我可知道 他特别厉害呀 我也不敢见他呀 哎呦 这可怎么办呢 他正在这哆哆嗦嗦 害怕招荒呢 由外边进了一个人 谁呀 王威 王威进了一看 哎呦公子 您怎么了 嗨 王将军啊 你不知道 曹操派人来了 让我手捧兵符剑印 到樊城去接驾 王威一听 我正为此事而来 公子您不能去 现在您露脸的时候 到了 眼前有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您要真这么做的话 会鸣锤千骨 百世流芳 刘从一听不哆嗦了 什么事啊 这么惊人 王将军 你跟我说一说 公子 如今刘备皇叔已经带走了 曹操呢 知道您是归祥他 现在他毫无戒心了 那您就假借 接他寄襄阳为名 暗暗来附下一只兄弟 这曹操一个措手不及啊 当时会杀他落花流水 是曹操可擒 随后您再把皇叔刘备请回来 把大公子刘蹄再接来 您就可以兵尽取昌了 真要有那一天 那孙权会共手称臣呢 公子啊 您为汉使立下齐功 哦 能吗 怎么不能 公子您就别犹豫了 好好好 将军 你等我想一想 哎 我在外面 等候片刻 说完王威出去 王威刚出去 蔡茂进来了 蔡茂一看 他这外甥刘从 小眼睛直勾勾的在这坐着 又想什么心事呢 哎 怪难为这孩子的 才十几岁 掐头去尾 没人了 你说身为荆州主 现在本来坐都坐不安 如今大概是让他到了一个樊城见曹头 他有点害怕了 哎 公子 曹承乡已经派人来了 您什么时候过江啊 舅父啊 我这有个事要跟您说说 什么事啊 刚才将军王威劝我呀 让我趁机灭曹 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哎哟 蔡茂一听 这王威太可恨了 这怎么贺阻啊 这不是贺乱人心吗 怎么给您出这么个主意啊 不能听他的 那曹丞相 那当代之寸杰 您根本灭不了 那么一来啊 咱这京乡就毁了 我实话告诉您 这个京乡酒居 宁可给了曹丞相 也不能让你留宣德 要给曹丞相 您勇为荆州主啊 咱们都能在这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给了刘备 说不定咱命就完了 蔡茂这几句话让王威全听见了 呸 卖国贼蔡茂 谁是贺主之人呢 就是你 你把京乡酒郡 共手让与曹操 你得良心何在 蔡茂一听好皮肤 我这正想要杀你呢 说着 他就被宝剑亮出来 王威也亮了剑 两人在屋里就要打起来 下子流从直说一 哎呀 舅父 王将军 不要动手 不要打呀 正在死时 宽月来了 宽月进了一刻 哎呀 这是怎么了这是 蔡茂将军 休得如此 过去被蔡茂的宝剑抢过来了 把王威给劝出去了 现在什么时候 还同使操阁呀 赶快去接曹成相吧 蔡茂暂时把这气算压下去 还是让刘从到樊城接曹操 刘从啊 还是不敢去 宽月一想 哎蔡茂将军 那你就替公子辛苦一趟吧 蔡茂一想 我 我行吧 人家曹成相 让公子手捧兵符 建印去 你是这儿的水军大都督 你去了先跟成相说一说 等成相来到襄阳的时候 公子再交兵符也不迟啊 那好吧 蔡茂带着张允 是整装而行啊 规规矩矩的来到了樊城 求见曹操 曹成相一听 哦 水军都督 蔡茂来 好啊 他先句文武 在厅堂中落座 然后吩咐 蔡茂 进见 蔡茂走到厅门口这儿 这么一看 他倒吸口冷气啊 只见曹操手下 哎呦 武士林立盔甲鲜明 胡适龙枪 刀枪悦言 不由自主 按打个冷战 他是报门 他是报门而进 强将蔡茂 张允 告进 称慌称恐的 到外边进来 来到曹操的跟前 是攻医到地 强将蔡茂 张允 参见丞相 免礼平身 谢丞相 蔡茂举目一看 我的天哪 久仰曹操大明 没看见过 今儿头一回见 只见这位曹丞相 是伪金正坐 头戴金棍 身穿红袍 黑眉细目 白面 长须 独怒 自威 曹操吩咐 与将军看坐 哎呀 丞相在此 焉有降降的座位 有座便坐 休得可逃 歇坐 把椅子搬过来 这俩不敢大样坐呢 太冒为难了 他为什么难 这要面对面 跟曹操坐着 这像话吗 你是什么人物啊 敢跟丞相这么做的谈话 让他朝外 给丞相一几秒 丞相非火了不可 你这什么样子 你这什么样子 这可以怎么办呢 干脆 我正面 偏身 这么坐着 歪着那脖 扭着那腰 扣着那腿 受了罪了 胡同之前 九道弯 他还不敢大样坐呢 只拿这尾巴骨啊 跨一点椅子 边 就算坐那了 太冒还真有功夫 换别人呐 非摔地下不可 曹操 曹操每问一句话 他立刻就站起来 躬身回答 是满脸产笑 一脸那个讨好的笑 哎 你还别说 有些个别人啊 还真喜欢他下级 对他这么笑 你要真跟他一捧脸 不是吗 他说你看不起他 其实曹操凡这种笑容 蔡将军 刘从为何不来相见 哎呀 蔡猫一想 我得撒个谎啊 我别直说 说他一听你的名字害怕 不敢来 那倒行 骑兵丞相 我家公子刘从 贸然风寒 他病了 只得在襄阳城外 恭候丞相驾临 哦 蔡将军 京相共有多少军马呀 回兵丞相 有马军五万 步军十五万 水军八万 共二十八万 水陆军马 战船多少 兵丞相 大小战船七千三百五十六支 四百竹法 雅山板 好嘛 全说了 前梁怎样 呃 前梁很多 大部分前梁都囤聚在了江陵 老夫人马进驻京香 可供支付 啊 哦 兵丞相 就是丞相 就是丞相您神兵百万 也够支付一年 就够您吃一年的 曹操操 操操心里这高兴 心说这可真是天生掉下来的一块肥肉 我想着 我想着京香九郡 想了多少年 没想到 刘表一死 我会是唾手而得 不费吹灰之力 不用一兵一卒 得这么多的人马 这么大的地盘 这么多的钱粮 曹操高兴的都有点坐不住了 不知这些匈马归何人统领啊 冰丞相就是详将太茂 就是我 哦 太将军在 老夫封你为镇南侯水军大都督 张允将军为众顺侯水军副都督 京香二十八万人马 仍归你统领 你回去告诉一家公子刘童 让他勇为京香之主 明日老夫兵记襄阳 让他出城迎接 不得有物 孙命 孙命 蔡帽都要跪下了 曹操吩咐人 摆酒席款待蔡帽 然后打他走 散听了 这一散听循幽过来 丞相 您没看蔡帽张允满面产销吗 他不是好人啊 我看他好像是讨好丞相 您怎么封他 这么重的爵位 镇南侯水军大都督 哦 军先生 你这管放心吧 我能不识人吗 我早已看出来了 蔡帽满身的魅骨啊 奴燕碧 那个可怜样子 非常讨厌 可是我为什么要封他镇南侯呢 他本来就是京乡的水军大都督 我再给他加个侯爵 以安其心呢 军先生 你想 咱们带来的这些人马 大多都不会水啊 我虽然在宣武池 练了一切的水军 也不行了 那么就得以张蔡帽来统领 来训练 等老夫平定江南 捉了孙权 灭了刘备之后 我是再做礼会 说的这曹操左手一推 胡须右手 由上往下 这么一比划 徐游就明白了 这是等曹丞相事成之后 再把蔡帽杀了 丞相高见 蔡帽张云 在这足吃了一气 又领了好多赏 俩人乐颠颠的 回到了襄阳 蔡帽就找他姐姐去了 说姐姐 咱们这主意啊 打得太正了 曹丞相太好了 封过为镇南侯 并且让我告诉您 公子刘从 勇为京乡之主啊 曹丞相这人啊 你一听他的名字 很可怕 实际这人呢 可好了 陈相吩咐了 明天 让您 和公子到城外去迎接 其实陶子没让蔡氏去接 蔡帽来这么一句 蔡氏一听毛了 那我得好好收拾收拾啊 兄弟啊 你得赶快通知全城百姓 要福到乡营嘛 那您就甭管了 我一定得好好安排安排 黄土电道 净水泼街 涉百姓案 杀牛仔马呀 我今儿晚上就去告诉 说各家各户 黎民百姓 不管老的 小的 男的 女的 都得把新衣服拿出来 给我穿上 明儿子一早 天之要一亮 鸡鸣 五骨 就得浮于道旁 就在道边上跪着 等候曹丞相驾临 您也得收拾收拾 他这几句话不要紧 折腾了这蔡氏啊 一宿没睡 把所有的衣服全拿出来 他也不知道穿什么颜色的好了 也不知道怎么打扮 能使这位曹丞相欢心了 反正蔡氏也知道曹丞的为人 听说在晚城还骂了 张秀他婶呢 蔡氏也想啊 巴结巴结这位曹丞 把所有的花全拿出来了 有解正月水星花 开始一直到辣眉 他也不知道带奶坨好了 所有的首饰都摆这了 什么珍珠玛瑙翠碧玺猫眼子母鹿 您瞧他这凤折腾 第二天啊 他和黎民百姓一样 老早的就跑到襄阳城外头去了 让他儿子刘从 手捧兵符剑印 在道边这儿站着 等候曹丞相 天智沉实 就是现在九点多钟了 曹丞相的人拿来 惊奇交战 袖带飘扬 曹丞相 曹丞相一马当先 太某张云赶忙跑过来接住了江绳 说丞相 我家夫人蔡氏以及我家公子刘从在这儿恭候您大驾多时了 曹丞相再马上侧目一看 这蔡氏 惹曹丞相一肚子气 怎么回事呢 他打扮得特意妖艳了 这脸粉擦的 不雅于头成雪 二成霜了 蔡氏有蔡氏的心理 他想让曹丞多看他两眼 曹丞相是没少看的 越看越生气 大面也得亮着过去 得下马 或菜帽掺着 带曹丞相由马上掺起来 丞相过来 安抚了刘从几句 说别看你年纪很小 你很知实物 知实物者为俊杰 然后一回身 让雄忧把兵符令箭 收回来 这是头等大事 兵符令箭拿起来之后 这文武才依次过来相见 第一个过来的是款月 可不逃脱乐坏 一把拉住了款月的手 啊 以度先上 梦得不喜得京香 喜得以度 京香九郡 要不要都不要紧 我能把你得着 我的霸业可成 我是久仰你的大名 然后这才众星捧月似的把这个曹丞相给接近了襄阳 丞相是立刻升上 依次加封 建官进一级 不管你是个什么官 都给你加一级 而且封了好多猎吼 以款月为首 船都封上了 然后封刘从 为青州刺史 让他即日登城 赴任 走不定 刘从傻了 什么 我没听明白吧 丞相 怎么封我为青州刺史啊 他瞪着眼睛看他舅舅菜帽 菜帽吓得把头低下了 都不敢跟他外甥交换个眼色 刘从差点哭了 他赶忙上前十里 啊 丞相 您不是亲口允诺 让我做荆州之主吗 而且勇为此地之主 您怎么又把我派到青州去 我不去 丞相 您别让我去 嗯 刘从 青州 离帝都很近 你在天子身边 不比在这儿强吗 你年龄很小 如果酒居京香 恐怕有人要除害于你啊 我这是为你多想 不不不丞相 如果您看我不秤 为荆州之主 那您也得把我留在这儿 我愿守父母之故乡 不愿远离此地 曹祖生气了 心说这刘从太可恶了 他怎么死死呆咧的 愿意在这儿待着 哼 我能让你待在这儿吗 我就把你这荆州主罢了也不行啊 怎么呢 你这儿还有好多旧臣呢 这些旧臣呢 只要有他的主上在 他就跟着他干 说不定哪天 你们联合到一处 再把刘备请回来 反了我 这是我的父弟 心腹的父 就跟我肚子一样 这儿出点毛病 那怎么得了啊 曹操一想 不行 我非给你弄走不可 原来曹操还真想就把刘从打扶到青州去 把他蹲到那儿就得了 现在曹操要要他的命了 刘从没办法 回去告诉他母亲蔡氏 蔡氏想找曹操去便理 曹操不见 刘从母子只得上路走吧 这些荆州文武啊 只是把他们母子送到了渡口 人家就回去了 这叫事在人情在 事不在两不来 这些文武也比那蔡茂强啊 那倒是刘从的亲娘舅呢 连面都没敢瞅 刘从母子身边只有一个人呢 就是那王威啊 跟着他们母子上路 走出不多远来 胡亭后面人喊马斯 跑在前面有一员大叫 喊刘从如此 站住 蔡氏母子回头 这么一看感情是曹丞相手下的大将于尽 干什么来了 奉丞相将令 来娶他们母子的人头 哎哟 蔡氏啊 抱住刘从是放声大哭 你说他这后悔哟 他一悔啊 不该我不听 李规的劝告 二悔不该费长利诱 三悔王威献祭不纳 四悔不应该不收留刘备呀 这五悔 我太信任娘家人了 他千悔万悔 追悔南极 都没用了 王威一看 公子 夫人休得惊慌 我与来将一战 你们赶快逃走 哪走得了啊 蔡氏母子都下成一滩泥了 王威过去迎战于晋 他哪是于晋的对手啊 没走上三个回合就被于晋给杀死了 然后于晋杀了蔡氏母子 把人头献于曹丞相 丞相大喜呀 他当即下令 挑选精兵 追杀 刘备 对手啊 第二个回合都会被逃走 等于是会儿子 你 好